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可以在公路上行驶 也可以在水中 这样一种两栖摩托车也赢得了大家的关注 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吧 这款最新开发的摩托车叫做Bisky 它的外形设计特别的流畅 于是两栖所在的体型上相对于正常摩托车来说比较大 由于需要在水中的行驶 所以它需要有福利的支撑 在摩托车两侧有能够使其漂浮起来的东西 在外形上看起来就比较平常的摩托车体型要大得多 在水中行驶时也只需要将摩托车调回水中行驶模式 整个模式也仅仅只需要5秒钟 它在水中行驶模式时的最高速度能够达到60公里每小时 水上摩托更多的是一种游玩性和刺激性的体验 而在预见一些比较特殊的道路的时候 就能够直接运用这款摩托车完成无障碍的行驶 想想上一秒还在公共路飞驰的摩托车 瞬间就在水上是不是很酷 Visky能够从陆地行驶转变为水上快艇的想法 也让很多人有很大的新鲜感想 要对这样的摩托车一种最新的尝试 但是目前这一款性能的摩托车还错在一个开发阶段 想要能够见到完整的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多功能的发展是现在不论什么东西一个发展趋势 因为大众化的需求是非常多的 二是为了能够满足大众现在很多东西都向着多功能方向发展 摩托车在陆地的行驶上拥有非常多的粉丝 但是如果能够将它开发出更多的功能 也会有更多的追求车 而这一款最新开发的摩托车也算是有着很多的关注 由于处于开发阶段最终的一个使用期待和使用反馈 还是需要日后来做判断的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